大家好 又來到這個歷史史的時刻 我租了房子 是不是很快 講回今天的日子 今天是11月14日 星期一 開工的日子 現在英國時間11點55分 你們是7點55分 晚上的 現在正在吃飯 但是英國剛剛開工 一開工 他們就立刻做事 我這個agent也很快 我這個agent挺好的 我們看了幾間房子 接觸了幾個agent 大概6個左右 這個是最好的 為什麼好呢 那天跟他談完之後 他即時已經很理解我們的需要 他就說這間是否合適 如果不合適 其實也有其他的盤 看看你有沒有其他的要求 他就發了幾種樓盤給我們看 之後我們也和他約了另外一個人再看 他又發了幾個 所以這個很盡責 我想好像英國的agent 好像不是算勇 香港不同 香港做了一宗 他就有勇 英國就不太知道他的制度是怎樣的 好像也不是說 他的佣金也不是說 那麽緊要 好像 好像有些少少做沙路不做沙路 按你的工資去給 不是影響得那麽大 暫時我知道的就是 但是他又很盡責 他會幫你去找到你的需要 跟你有深入的溝通 了解你的需要 這個就是服務的態度 那麽不錯 但我接觸其他的誤會 好的那些 就說開賣給你看 介紹一下 不好的那些就直接說 你有五分鐘看 你自己看 看有什麽問題 直接打去公司填寫 所以有一層樓 其實我看 都想去申請 去租的 但是我找不到 他的那些 那些application form 我上去公司也找不到 我打算今天 才電郵給他 就問他拿回那個application form 你才填給他 因為其他那些 會即場給你的 那你填完之後 就拍照 接著就 傳給他 就可以了 但是那個 我都不想做 那個是四十五 看完之後 好像我覺得有一點 很少去趕著去work 那樣 第一 一來到就說 五分鐘給你看 然後呢 我拍片 我一邊拍 他一邊關燈 你看到那段片 我拍的時候 我自己開燈 他認識了 然後 完了之後 又不給application form 給我 其他都會給的 然後我問他 如果我們想 申請去租的話 我們又怎樣呢 他說 你打電話去公司 然後 在上網拿application form 然後他就說 OK 拜拜 然後開車 他就走了 Patchel 趕著去work 去劈酒 而不妨礙他下班 所以 這個就好了 這個就是 很細心的問你 然後 給你 application form 給你 解釋 甚至說 現在的情況怎樣 有沒有其他人 也有申請中 而且他又說到 這個Landlock 就很想 找些 租給一些 專業的人士 我們也屬於是 我們香港是專業人士 是吧 來到 找不到工作 是吧 所以 他 我看的語氣 他就是 我們如果是 application的話 應該十成都可以 那真的是 這麼快就已經答應了 厲害 說回那個時間 我們真的很快 我們買露營車又快 決定給他又快 然後買私家車又快 不過私家車還沒回來 因為 我其實是11月2日買的 那個師傅買的 那個師傅買的 他現在就是幫他 就是 就是 做一做 就是 在外面 又會 就是 做好看 就是 拋光 打磨 來龍 清洗 換輪 之類 做好看 做好看 才給我 所以 遲些才拍給大家 看一下 那 所以 所有東西都快 然後 決定了 要租屋 又快 很快 租到屋 很多東西 我們一決定都很快 哈哈 你看看時間 那 11月3日 我們還給那個 露營車公司 然後 其實 5日 就 已經開始 看過 樓的 不過 不是很正式的 那 就是 看過一下 那 然後 正式看 那就是 因為 日 他不做事 那 然後 星期一 我們就 就是 開始 就 那些 就是 資料給那些 地產公司 都是上網看的 那 正式 看 就是8日 就是上個 星期二 就開始看了 那麼 那 星期二 星期三 四 星期五 星期六 那 去到星期六 就是 12日 那一晚 其實我們就決定了 那 就 有 生活中有幾間的 這間 現在這間 兩房這間 另外還有一個三房的 有兩個都打算是別的 12號星期六那晚 其實我已經發了電郵給兩房這間的代表 很好的 發給他 然後另外一個就打算今天上班 我們再關注一下他 再問他一些資料 然後再申請 然後另外那間 不太騷擾我們那間 連application form都不給我們那間 打算今天是contact的公司拿application form 其他有三間 如果說回這一間 然後那一晚我發覺他好像不太收到 因為我看那個已傳送的郵件 好像不太可以 不太發現他 所以今早六點鐘的時候 我查完之後 我再傳電郵給現在這個agent 那六點幾傳 剛才十點鐘就收到他的電話了 他說那個agent 就已經接受了我們的申請了 就會租給我們了 唯一一個的申請 現在就立即接受了 所以都很奇妙一下 很快就申請了 所以就搞定了 剛才就填一些 就是他傳過來的一些表價 我們填 然後就給一些資料給他 你的passport的copy 你的銀行的易結單 還有你還有一個share code 英國給我們的租樓的share code 三樣東西給他 剛剛搞定了 當然還要給錢 還要給那個 就是 訂金 就會是 開始 他們那裡就開始安排了 一個星期之後 他們說是一個星期 一個星期之後 下星期一 21日 我們就可以直接搬進去 就是這樣 看回整個租屋過程 其實如果給我的看法 這個就不是我最想要的 當然它有好處 我也喜歡的 很接近的 而且那個環境也不錯 你看回那段影片也看到 那個環境也不錯 我們駕著電動單車到處都 那個環境是不錯的 但是如果我 我想 是三房 甚至是 那些 是崩格魯 平房 不需要 第二樓 那些 也看過很多 現在 也繼續在看 其實也有一些 就是 約了去看的 當然那些 是貴一些 超過1000磅 當然 有一些是三房 不是崩格魯 就是兩 三房 那些 那些可能是1100 1200 那崩格魯 有一些是1300 都貴的 有些就是 900多 但是 1000 1000磅 一直以為不到 嘗試繼續 contact都不行 所以 如果按照我自己想的 其實這個 就不是我最想的 但是 Pessy就很想的 那我們就 不是我們 我就OK 既然他很想的 那就 就 批了 大方 現在租了他 很開心 我也開心的 既然他開心 就開心 因為我 如果按照我來講 其實 我就 可能連那個 申請的 那張方法 都不批 的 就是這間 那 因為我覺得 如果我批了之後 他接受的話 我一定 就會 真的會租 的 就是 我就這樣 如果不是 你就不要帶 如果人家 真的答應了你 你又反口 我就不太想這樣 所以其實 如果按照我來講 其實 我也不想 提這張方法 但是 Pessy很想 就提 那 我又想是三房的 起碼 但是 OK 如果事情發展 好像我之前說 那 但是 你是這樣 就這樣 就是 OK 沒所謂 那就 租一年了 接下來 這一年 就會在那裡住 遲些 就 收樓的時候 就拍電給大家 給大家 大家看 好 停一停 我先聽個電話 先聽一下 好了 剛剛 接了個電話 又是 人家打電話 就說 有一個 就是 崩哥爐 我們身上去看 那 現在就 沒有了 已經被租了 那告訴我們 好了 就是 接下來 一年就會在那裡租 那 下次再 進去的時候 再拍片給大家看 OK 好 下次再見 拜拜